金蛇无畏直太岁 手持剑锋 零破碎 一马奔腾挂国瘾 天解地解化血刃 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观音世界岁月如梭 时间来到我们的公元2025年 岁次已是的金蛇年 既然是蛇年 当然就是我们属蛇的朋友 今年要挺起你的胸膛 来执掌我们的太岁之年了 而这个太岁年 我们本命宫 当然就迎来了太岁星 来作证本宫 同时也迎接来了天解星 来与太岁一起共掌本命宫 这个我们只能赞叹老天爷的垂帘 如果今年没有天解星一起入驻 那么我们今年的复兴群 就会有剑锋星 浮屍星 血刃星 浮沉星 紫背星 以及地杀星 而这么多强力的复兴 没有天解星 与远方的地解星 来搭配变成了天地双解的进化能量 那么这个乙式蛇年 不但会大地的生灵涂炭 属蛇的朋友 也会将会是异常的痛苦 这就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但好在有天地双星的化解 虽然不能够说完全没事了 但肯定是会有大幅度的降低压力 转重禽兽了 导师真的是必须认真的说 这真的是可喜可贺 我们要万般感恩了 在事业上 属成的朋友 虽然今年是太岁年 但是受到远方的金贵星 以及华盖星的照耀 事业上的发展 其实还是很有前景的 在一般上班族方面 今年要积极配合公司 或者是团队 他们的计划以及目标 来争取我们贡献出最大的成绩 因为华盖星的力量 遇到太岁星 是可以发挥最大的实力 而远方的三台星 就可以让我们展现出 更高的能力以及效率 那么如此只要配合公司跟组织 或是团体的分工 还有目标导向 是可以获得比较好的夹击 而如果你是身为主管 或是领导 甚至是经营者 也可以利用所谓的华盖星 来让自己的执行力 获得更好的发挥 而所谓的华盖星 其实它就是皇帝座的龙眼 就是他们的马车上面的盖子 它是象征权力跟地位 加上又有远方的国印星的呼应 那么就代表着 今年的太岁 是一个有权力以及威望的太岁 见风所指 降世用命 所以对于身为主管 领导 经营者的朋友 会有比较好的机会跟智慧 来拓展自己的事业版图 而在这里也必须要注意 虽然事业的局面 真的是很不错 但是千万不要为了成功 而试图走一些灰色地带 例如偷工减料 逃税漏税 或是做一些不合法律规定的事情 因为今年本命宫的紫背心 很容易让我们属蛇的朋友 在你想要偷鸡慕翁狗的时候 被吹哨者所举报出来 而且也非常容易受到远方的官扶星 以及皇帆星的影响 没有得到违法的利益之外 还可能深陷泥沼而不可之拔 甚至严重一点 可能会一夜打回大清朝 享受一下什么叫做八国联军 兵败如山倒的情况 所以做生意 我们还是争取合法的利润 不要追求非法的捷径 做生意的确是在刀口上填写 但是没有人叫你把脖子去试看看 刀锋利不利 而对于从事专业技术的朋友来说 今年要特别注意公共安全 无论是内心工程师 必须做好异地或是云端的备份 外勤的公务技术人员 特别是需要注意你的安全措施 因为今年的本命工的 剑锋星以及血刃星 还有浮屍星的配合了外部的 破碎星还有白虎星 会因为疏忽所导致的意外事故 提升的概率是非常之高的 所以请务必随时做好 档案存档以及备份 还有我们的一种安全措施 你不要嫌麻烦 再怎么麻烦 比一切推倒重来 或是失去手脚生命来的简单 请务必要记住老师的提醒 真的是这样 人体而言 属蛇的朋友 你事业运偏向终极 接下我们看一下财运 财运部分 今年可以说多数 还是必须要靠自己的劳务所得 也就是正财为主了 我们按照比例来看 正财大概占我们今年的财气 里面的85% 偏财占14% 剩下的1% 那就是横财类的 横财是什么 就是你不用努力突然获得的那一种 但是概率极低了 而今年主要是因为太岁当头做 加上国印星与华盖星的力量呼应 所以主要都是以职务上所获得的财气 是比较浓厚的 加上远方也有一马星 匠星 以及金亏星三重组合 所以特别有利于做业务与销售的职务 可以有更多的机会 获得比过去更好的佳金 以及更多的红利奖金 而对于其他行业的朋友来说 在这些极星的守护下 虽然没有太高的比率的偏财运 但是这个并不能够说我们不能够投资 而是我们风险财能够获得的比例 是比较低一点的 但是什么是红利财呢 意思就是我们投资的标的 主要还是要看好它的经营成果 包含它可以配发的股票股利 以及成长趋势 它是很好的一些股价期望跟经营期望 而不是单纯的走短线的利差风险财 这也符合了我们吉星所赋予的 经营绩效的财气 可以获得一定的报酬 也就是说今年属蛇的朋友 投资部分尽量以时仓与公司业绩 还有它的未来经营展望 作为数据基础 从这个方面 你去考虑在斟酌入场的时间 当然即便如此 也要一开始先设定好 我们的停损跟停力的点位 以防浮沉心 让我们一不注意的时候 忽略出场的最佳时期 而在一般财务方面 今年还是要守重于什么 我们每个月的一个预算表 毕竟我们今年受到了浮沉心的影响 总会有一些时候 突然有一些 出现一些很想买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没有做好预算规划 你就单纯看看 以后里面还有钱 我就直接买了 但是其实后面 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开销支出 你现在就把这些钱花掉了 那么你后面你就只能怎么样赤字了 说整体而言 属蛇的朋友在2025岁次以四年 你的财运属于中平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感情 今天属蛇的朋友 做人做事 受到了太岁心与降心的影响 有时候理性会大过于感性 而感情类的 无论是人际关系 或者是爱情或是亲情 有时候理性就不是怎么淘气的状态 有时候就容易遇到事情 你就开始碎碎念 让人家觉得你实在是很不好相处 不然就是你跟属蛇的朋友 想去倾诉一下你自己的委屈 倒一倒你自己心里面的一些垃圾垃圾 获得一点安慰之外 但是你也没说想说 他给你什么的建议 不过我们属蛇的朋友就比较特别了 他特别不按牌理出牌 你再把心里的垃圾倒出来 属蛇的朋友就指责你是说 你应该做好垃圾分类 对不对 你跟他倾诉委屈 他却给你灌下了两公斤的什么 做人处事的哲学鸡汤 一整个就是他是怎么样 人生的教师爷 对不对 怎么说呢 如果凡事都按道理 那你还是去当职务 对不对 有风有水有太阳 你就可以活了 清除简单有逻辑 而通常当这样的人 自己受到了委屈 或他自己需要倾诉的时候 他就觉得 为什么都没有人了解我呢 对不对 然后他就开始更加的有点忧郁 有点阴谋 所以你放轻松一点 把生活跟公司要分离开来 工作模式跟休闲模式跟家庭模式 你要自由的切换 这才不会置人于讨厌之地外 也不会让自己陷入了理性跟感性之间的模糊地带 而对单身的朋友来说 2025年的感情运 的确是比较单薄一点的 没有太好的机会 可以进入新的感情生活 毕竟太岁跟降薪的力量非常强大之外 自己容易按照自己的理论跟逻辑去办事 所以很难获得别人情感上的认同 两个人要交往 那是两个人的事情 不是自己坚持我自己的生活模式就可以的 所以不容易让别人对自己放心 自然而然感情运就容易受到了阻碍 而对于已婚或是有伴侣的朋友来说 受到远方的破碎心的影响 两人彼此的日常沟通 就容易有一些词不达意 或是一个讲 一个以为你在说B 然后就产生了一些误解 那就是可能就有增值了 所以在这个年岁里面 属蛇的朋友 你经营感情 手中的还是要懂得倾听 倾听的意思就是 你听就好了 对方如果没有问你要怎么办 你就不要给他建议跟分析 你只要好好看着对方好好的倾听 之后再给对方一个温暖的拥抱 那就可以了 很多事情说出来他就没事了 当事人自己就可以处理好了 对方找我们倾诉 主要肯定也不是为了寻求建议 所以我们只要做好陪伴这件事情 其实你就是一个很好的伴侣了 而在日常生活方面 属蛇的朋友很需要常常去公园等 有草地的地方去散散步 让大自然与土地的能量来调和一下 属蛇朋友身上有时候过于强大的太岁之力 这样其实可以让自己的心思更加的平衡 让做人处事也变得可荣可刚 理性跟感性也都能够照顾到 这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整体而言 在2025岁次以四年 属蛇朋友的感情运属中平 最后我们来看到健康部分 今年属蛇的朋友 老师真的是非常建议给自己买一张定期的意外鞋 那这个没有很贵 但是起码可以起到了什么 叫做破财消灾的作用 因为今年振作太岁 人称太岁当头做 无喜怕有祸 虽然天地霜姐来压制地杀星的星宿 但也不是能够完全化解的 而且本命宫里面还有血刃星 剑锋星 配合外在的白虎星破碎星以及天枯星 所以起码加买一张意外鞋 来寻求破财消灾之外 那么你也可以去定期的去捐捐血 把用血来破血 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而且还可以累积福报 为自己未来种下一些善因跟善果 而买了保险之后 其实即使真的是个人食欲不济 真的是发生了一些意外事故 那么你有保险至少可以获得妥善的治疗 甚至还有可能给你获得一些经济上的补偿 这除了个人的意外鞋 骑车开车通勤的 也要注意自己有没有买了第三人责任鞋 你有没有续保呢 这么说好了 今天如果真的出事了 不一定保险他可以帮你负担全部的赔偿 但是至少大部分都可以由保险公司来承担 老师见过太多 他的嘴比他的命还要硬的人 就是认为这种第三的责任鞋 根本就是智商税 我开车技术好的 是不是 他骑满之后不续保了 是不是 我开实用的 省下那一点钱 其实你也干不出什么事情来 然后没一段时间 就听说这样的人就容易出了车祸 然后还打电话去什么 去要求保险公司 去追加续保 因为我才断保一个月 是不是 但你应该帮我 我现在缴钱了 你应该跟我追续承认 然后干什么 帮他负担这一次的事故 比赔责任 不要以为这个天方夜谭 我告诉你 这个真的是很常见的 所以人家怎么可能会去理你的 保险它是一种很悬的东西 你有保大部分都没事 断保的 或是坚持不保的 通常都比较容易出事 有些人还会感叹 哎呀 这个灾难专找苦命人 我都这么穷了 怎么还遇到这种事 真的是这样吗 至少如果你有保险 发生的事情 也没这么苦了 而在其他方面 受到血润性与浮沉性的影响 有三高或是心血管疏疾的朋友 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血压跟血糖 它是容易比较不稳定的 而且可能产生中风或是阴线等相关症状 而对一般的朋友来说 远方的破碎心以及黄帆心 容易让我们的睡眠品质比较不好 这个时候可以在睡前的一个小时 我们可以给自己做一下柔软操 比如说一些拉伸运动 把僵硬的身体运动一下 可以获得比较好的睡眠品质 而我家里有按摩椅的 你也可以给他按摩一下 而在日常生活要尽量避免饮酒 毕竟今年的心血管的风险会比较高 所以饮酒跟熬夜是必须要高度自律跟自我约束的 所以整体而言 属蛇的朋友 你在2025岁次乙世年 你的健康运是属于小胸的 好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属蛇的朋友 在2025岁次乙世年的流年总论解析 从以上的解析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 属蛇的朋友虽然今年是做太岁的生肖 但其实时运还是属于比较强劲的 虽然不能够是说你大吉或是非常胜利的生肖 但是可以至少说在事业这一块 的的确确是可以很好的发展年份 所以属蛇的朋友 你就要多调试自己 多懂得一点体贴 那么在这个太岁年 肯定也可以对你来说 是一个吉利的太岁 有机会让我们白痴肝头 更进一步的好年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记得关注老师 我们每个月还有流月总论解析 我是张老师 我们下次见